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胡志明市创新创业州的烙印活动 越南退出国际游客专访旅游宣传转栏 12月14日在国会大厦 越共中央总书记省服众以先上先下相结合行事 举行观测落实越共十三大决议的全国对外公司会议 并发表主者演讲 越南国家主席转春福 政府总理范明正 中央税处常务书记文赏等出席会议 这是由越共中央政局和中央税处指导组织的首个全国性会议 就政党外交 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和整个政治体系的对外工作等进行讨论 观测落实越共十三大决议的全国对外工作会议 旨在深刻观测落实越共十三大决议 他强调 应发出越南更加强有力的声音 阐述越南的积极立场继续观测落实和实施独立资助合作与发展的对外路线 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软负重强调 越南尽管遇到许多困难 但前景十分明朗 全党 全民和全军商下一心 鉴定生力落实越共十三大决议 本次会议将为越南对外工作提制升级 创造新的里程碑 为生力落实越共十三大的对外政策做出贡献 可信35年来 风行独立 赐助国际关系多变化和多样化 积极主动融入国际社会的外交政策 越南在外交工作中取得了诸多显著成就 为国家革新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让越南拥有前所未有的国际慰望和发展前例 越南外交成就已推动越南与众多合作伙伴争先的关系 不断扩展深化 从而外交部门成为深化越南与各伙伴关系的重要渠道 逐步开创外交新局面 为国家全面革新事业提供有效的服务 截至目前 越南已与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中的189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取得诸多突破 越南与220多个伙伴建立了贸易关系 越南已积极且主动加入各项自贸协定 有助于提升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此外越南台积极全面推进一体化进程 基于加强多变的外交和成功承担许多中要国际重任 越南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不断提升 越南成功举办了诸多国际盛事 完成了大量国际工作任务 文化外交和对外新闻积极向国际社会传递一个颇具特色 且不断改革创新的越南国家形象 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将越南多个遗产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既有助于维护与弘扬民族文化特色 业务推进积极社会发展 此外越南还十分忠实推动和提高多边外交水平 积极主动为勾建多边机制贡献力量 在东盟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 加大政党外交 共共外交 民间外交的协调力度 同时强化外交与国防安全的配合 鉴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14号下午在河内 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正出席2021年 越南国家创新创业节 及胡志明市创新创业州的烙印活动 这事题为改革创新 创建未来 与采取技术措施 应对新冠肺炎型 实现经济复苏的 胡志明市创新创业州框架内的活动之一 范明正总理参观了创新展 并见证了越南科技部与多家搭行企业集团的合作协议签字一事 范明正想调 创新是发展的客观要求 既是发展核心因素 又是发展的动力 创新活动务必实现月共十三大提出的目标 和地方各级党委的决议和行动计划 让人民过上温饱幸福的生活 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促进国际一体化 促进地区与世界的和平 稳定与合作作出贡献 范明正想调 首先创新地区 深透新冠肺炎型工作 并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为解决气候变化 海平面上升 资源酷竭 人口老龄化 非传统安全讨战等突出问题 以及促进历次增长 数字化转型 脱贫致富等作出贡献 总理要求各级部门总结 并继承越南人民的创新经验 继续弘扬越南人民的优良品质 研究完善创新创业扶持增色机制 加强资源利用 加大国内外合作对接力度 勾建创新设厂 并支持各家企业和组织 订购使用越南创新产品 接下来请各位观众 请来贯注越南国会主席 王庭慧放韩之旅的相关活动 14号 王庭慧主席 会见了韩国总理金富谦 金富谦总理对王庭慧主席 此访给予高度评价 并认为两国国会的紧密型合作关系 体现了两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 他重申越南希望加强与韩国的合作 亦将两国在多领域 特别是金贸与投资领域的合作更加广泛深入 更实质性发展 双方同意今后合作方向 亦加强两国合作关系发展 其中包括继续增强代表谈后防一切处 同意在2022年两国建交三十周年之际 努力将两国关系提升到新的水平 扩大房屋领域合作 共同开展青州两国建交三十周年纪念活动 两国领导人一直同意 努力实现2023年双辩论额达1000亿美元 至2030年达1500亿美元的目标 并朝着平衡方向发展 鼓励韩国企业继续在越南投资 及扩大投资规模 越南国会将同政府 为韩国企业在越投资经营 并获得长期利益 创造便利条件 14号上午 越南国会主席王庭慧 监政了越南劳动荣俊女社会部部长 唐玉荣与韩国卫生福利部部长 全德哲签署越南政府与韩国政府 关于社会保险的双边协定 这是越南签署的首相社会保险双边协定 谈判工作于2015年启动 根据该协议 越南劳务人员前往韩国工作室 将得以延续国内保险连续部间段 继续缴纳韩国赴越劳务人员寄人 该协定的签署将为越南与其他国家签署 双边保险协定创造有利条件 当天下午 王庭慧主席会见了韩国发展研究所所长洪章彪 王庭慧表示 研发是国家的头等中央领域 并表示 越南正积极学习接建各国经验 在新冠肺炎情的情况下 越南十分希望了解韩国的经验 从而战胜各困难 恢复和发展经济 了解韩国在新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 洪章彪表示 韩国发展研究所是韩国一流研究所 该所已同越南计划与投资部 在争测研究中进行合作 他希望找到适合的越南伙伴 来分享各项研究 各位观众 俄罗斯联邦直接投资基金 与卫星5号疫苗主要制造商之一 Biofarm集团 港同越南TNT集团股份公司 建设技术转让协议 在越南设立卫星5号疫苗 和其他药品的全周期生产厂 Biofarm和TNT两家集团的合作关系 不仅仅局限于新冠疫苗的生产 还包括研发活动 医疗诊断 人工智能在生产中的应用等 同时俄罗斯将同越南分享相关经验和生物技术 帮助越南产品打入俄罗斯医药市场 Biofarm集团董事长认为 这是一个大型项目 有利于增进越南与俄罗斯的关系 我们的工作小组将同越方同时确定建厂的位置 我们合作协议的短期目标 是派遣俄罗斯专家赴越开展预可行径研究 并建设工厂的场地 其构双方将签署建设工厂的合同 预计卫星5号疫苗全周期生产厂将在一年内进攻 对工厂维权封闭式 使用德国先进设备 除了生产新冠疫苗之外 还能生产其他新疫苗 Biofarm集团工作组将赴越南考察评价 预计8到10个月后将把新冠疫苗生产技术转让越南 在此期间 双方将配合进行疫苗生产领域专家培训 以及时为越南提供疫苗 同时出口到东南亚市场 据悉该工厂的产能根据国内需求进行生产 年产量可达3000到4件剂疫苗 据越南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显示 2021年11月上半月 越南水产品出口额达752万美元 同比增长3.2% 今年11月份 农林水产品的出口额约达42亿美元 较2020年11月和2021年10月分别增长8.9%和5.8% 其次分别是中国和日本 出口额分别达84美元和30亿美元 在进口市场方面 越南从美国和柬埔寨进口的农产品最多 进口额分别达35亿美元和33亿美元 分别占8.9%和8.5%的市场份额 我们的新闻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